门!天行大陆一步之超级的永生之道!此点宝贵!超佛乐祖超经乐点超越天帝!得到这一点宝贵! 祂是诸经之师诸法之王诸佛之天帝之!不约超生了四体的永生!不悔不灭之天天大道也!此能及世人人人来不有的!必须返回天之道也! 四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我们今天很高兴!能有十个机缘!求道!能够开启良心之门!智慧之门!通天之正门!这是第一步! 这宝贵的道!才能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福之意! 离苦的乐人生在世!遭受种种之苦恼!就其增缘!皆起因与迷失了真我! 求道!首先就是让我们认识人人身上不有的道! 召回我们本走是真智天智美剧族缘满!永恒不休的真我!在日常言行之中发挥真我!使我们一举一动皆能和余礼!至于智天!自然不会受周遭的人事物所左右!我们的心也就不会患得患世! 亲为一身之主!我们既然在心境上有所提升!自然不会与邪恶之事相感应!则不相随心转!还可以改变命运!趋及彼凶!朝向光明!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喜悦!逍遥自在! 二!若比!难自有人类文明以!得来!道的真意!便代代单传独受!其末络贯穿了早期的主要文明!如中国印度等!奈何?近百年来人类受物欲所比!在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中逐渐迷! 遗迷了良心!甚至竟将制造威力其大的杀人武器!回顾数千年人类历史!在近代短短数十年间!便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无数挑战!伤亡无数! 滥用科技文明!同时也损害了自然环境!造成大气臭涨成之破坏!全球性气候的改变! 人心知变!但造了天灾人火连连!人类已为自己酝酿了一个空前的靠谐!因此上帝红恩慈悲!特将大道谱传于世!以万救良善!求道以后!我们时刻存这道心!以良心带人处世! 当遇又人力不可万救的灾祸时!只要成心使用三宝!必能灾地结!逢凶化疾!此事!验证甚多!不生美举!三超生了四人!生! 又如一段苦乐相参的旅程!遭受生存竞争衰老并痛死亡等困苦人皆难免! 而人间种种欢乐又往往是短暂一变的!尤其当旅程结束时!终就成空!微速渺茫!更不禁令人吸毒畅广! 是以智慧者又见于此!乃以超生了四!追求真实永恒的人生意义!为人生至高之目标! 不待先修后的!因此!不仁为求超生了四!尽必生之力!苦修苦行! 仍难以访得明师达成心愿!如今大道库传!先造后修!在求道过程中!天命明师一旨!开启了我们通天正门! 天父与超生了四的保障!我们得到以后!认识了真我!以真我为主宰! 在远离邪心方面!让我们的心念言与行为!无论在人处世皆何于良知!百年之后!真我灵性自然返回不家乡! 永享平安喜乐!四!成圣成贤求道也就是为我们种下一个成圣成贤的正因道种! 只要我们以智慧慈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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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求道之后,只要我们时刻抱着道心良心,在日常生活中真诚实践道的精神,不计的人得失荣辱,努力使周围每一个人都可得想道的好处,让道的光明照亮每一个角落。 敬其一生,精净不屑,得在世集成就圣贤事也,归天之后,必正圣贤果未无疑。 先天大道的宝贵就是天道天命,天命就是三朝明师,明师一点玄关开,打开正门佛祖来,天堂飞在我身外,天上地下我都在。 此乃先天大道的孙智贵至宝也。 先天大道,天命宝贵,三朝明师这一点妙智机义,非是在言语文字相声音可得,非是在千经万点上的, 非是在奖经说法上的,非是在世智变聪上的,非是在博学才能上的,非是在财高八斗上的。 一上街是生死法对待法,非是在世智生了死脱对待了生死之法也。 此自己的先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其妙吉义,此者是无师智,此智是妙智妙智,此智此智慧是我本来不有的。 由先天带来的,一级是在找回来天地人,万物万类未生,以前我的初心,即我良心天心道心老心,也。 先天大道之妙,此妙之贵,妙不容颜,不学而知,不学而能,一级是先天带来的先知先觉妙用妙能,此知此觉此能此用。 不用言语文字声色,不用思想,不用念喉,不用言听事动。 而生天地人万物万类,生天地人万物万类之后, 这天地人万物万类,时可分妙也一步开其妙用妙能,不约万灵真主宰也。 摄着天离开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则和汗星斗乱续,日月无光,已不能轮转,则阴阳二气不能流通。 万物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万物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人人皆不得其生存。 摄着大底离开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这金木水或土不能相配,则片像丛生,山崩地裂海水枯干。 亦使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人人不能得其生存。 摄着人离开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则寸步难行,眼不能看耳不能听口不能言。 总之全身不能动作。 一百日之后成了一堆臭骨臭泥土。 此乃天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妙智即矣。 摄着觉悟认识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的支持而实行。 即是天人和以天人一体治理,觉言妙不容言。 不是死后成佛,当体即佛已。 不曰如来佛如释佛也。 此乃的天天大道修天天大道之好处。 物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道? 求道既然能够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好处。 我们今日能有机会求道。 会不会显得太容易了? 事实上,我们能得闻天天大道。 首先要感谢上帝的恩慈,将自古不清洩的大道库传于是,使我们有机会得此天之道。 另一方面,我们本身也必须具备足够的条件组上有得根基深厚佛缘成熟,才能够顺利求道。 此外,我们必须向宇宙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上帝发一个良心愿。 此愿可归纳为三个要点,亦得到以后,愿意明悸病是剑刀的精神,也就是日常生活所思所言所行,皆愿意良心作为依归。 二得到以后,愿意能力所提,住周围需要我们帮助的人,愿意多了解道的意义,并让更多的人蒙受天道的福祉。 三得到以后,绝不将求得的三宝告知任何人。 三宝必须在庄严的求道过程中,天命名师传授给我们才有真实意义。 若有我们切录给其他人,则不但毫无意义毫无效果,我们自己也违反了天律。 这良心愿,合乎人人本具天赋的良知良能,所以我们人人都能够做到真诚实践良心愿,也必须滋润我们求道时种下的智慧慈悲清净之正因道种,使他顺利萌芽开花结果。 才不至虚度这天在难逢的求道修道良辰。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能顺利求道。原因之一即是沾了祖德的光。 是故上天开恩,只要我们修道有恒,则我们的祖先也有机会可以求道。 超生得久。 我们的子孙逆的硬币。 对父母祖先尽大小,这是最好的机会。 只要具备以上条件,则无论任何国界种族宗教信价的人,都可以求道。 欲求得天天大道,拖出轮回之苦必欲之灾,世间的穷通受邮关寡孤独生老病死苦。 而返天堂永享天轮之乐者,必须我又得欲六万年良成家其的幸运。 我本人心必善良,我有先天真基身厚,也就是我本人前世做的功德善事很多,刺激天元。 我本人祖先有功德,做善事,刺激祖上有德。 我本人,遇到尹宝师,赌佛得道,赐佛缘以致。 也就是前生我们一同做过功德善事,或一同又修过宗教,今生遇天道将事,一同得道修道,此乃佛缘以致。 六求道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现今正直上天恩开,先天大道普传,拯救良善之实。 不普传方式皆以方便善巧,与众生起基为原则,因此修道不会对我们正常的生活,造成任何负面影响。 这与以往许多人苦修苦练,甚至出家的修行方式有很大差别。 也正因为如此,先天大道能在日新月异的现代,适应社会的各个阶层,穿不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使人人皆有共瞻天恩的文大道的机会。 关于求道对生活有什么影响? 我们又以下几点来看意与任何宗教没有冲突到,代表着天地万物及我们一生之最高主宰与真理。 不只在各大门创始之前,甚至在天地卫生以前,道就已经存在了。 因此,任何教门,只要其教义是追求真理及实践良心,就不会与道有任何冲突。 事实上,不只宗教,只要我们以探求真理的角度去观察,则自然界万事万物皆能与道稳和与印证。 若我们缘由某种宗教信仰,求道将不会造成任何抵触。 也不会是我们背弃缘由的信仰,反而让我们对真理的探求,有更深一层的体认。 二,以良心经为最高规界每一个人生活环境中的文化习俗时代,背景法律条文及价值观念都不完全相同。 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规界或条文能够适用于所有的人。 所以,求道后的规界,着重在我们每个人真我良心之实践,由真我良心主在自己,而不是在经典之背诵上及预法之钻研上下功夫。 三,不照良心愿行,有和透过很重要的一点。 求道并非从外再加集我们良心与真理,而是借着开启我们智慧慈悲之门,找回我们身上固有的真理,让天理良心自然流露。 因此,求道后,所有真修实行之人,皆是自动自发的。 师父,求道后,若我们不照良心愿而行,并非将出现任何外力,来强制我们遵行此愿。 而是将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由真我良心督促自己,而自然改过向善。 在相рам凡,而令慧慈悲之相对愿,不cost happened. 歉我之实践 并不局限于教堂或寺庙之中。 因此,现经大道库传,并不叫我们家设业,到深山谷寺之中修炼。 而是在不影响家庭工作学业之正常情况下 圣凡兼秋 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一言一行 皆能以天理良心为一归 就是真我之实践 物由提升自己而兼善天下求 到后会使我们生活更充实 心灵更和谐 而更重要的是 我们每一个人尽一己之力 且自身之提升 影响周遭之人事物 继而会成一股力量 在这只是天理良心日虚伦丧之潮流中 匡正人心 力管黄澜 如此必能早日实现先天大道谱传之宗旨 其弥勒佛的原词 大愿化污泽的人间为人间净土 化分乱的世界为世间天国 七道的宝贵有什么印证到是宇宙的至高真理 它的作用贯穿了天地万物万类 更是我们一身之最高主宰 真正了解了这一点 我们就会体认到 道是随时随处可以被印证的 许多前前得到之后 发出了大诚心 大庆心 大智慧 真修真情 皆能参悟道 不只在各教经典之中可以印证到 其实在任何时间空间万事万物我们之一身 甚至一朝一暮 接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 披认至此 自然能发出永不退转之道心 而上位求道或刚求道者 则需借助于一些具有形象看得到感受得到的印证 以便定初步的信心 以任何人 只要有求道 经过深诞天命之名诗点开玄观正门 传授三宝者 无论其功德高深为莫 死后皆是身软如棉 面色如生 灵性有正门归天 东不品诗 下不复臭 善有多至数日不变 亦相满事者 目前的科技文明和医学知识 还未进步道足以解释这种现象 但却无法否认各事实的存在 这种现象虽诚出现在某些宗教中 但极其罕见而珍贵 而求道之人除信道 不笃于反道败德者 不敢定论外其余 则已笔皆是 肉身既显似锐香 足可正其灵性 以登善境 当无疑问 二人虽为万物之灵 其实是很脆弱的 自从生在这个世界上 就难免天灾人获得威胁 甚多以求道者 在遇到人里不可患 就知危急情况下 成亲使用三宝 皆能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这种例证多得不可生数 无法在此依于例句 以上两点虽然极为宝贵 但却是任何人只要一求道 借着上帝的天命宝贵 立刻就可以得到的保障 此后 就随个人的诚心智慧及对真理之实践 而又或深或浅不同的体验了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希望各位具有善真 有机会能得闻大道的天生女士 皆能入宝山而满载而归 皆能求道而同真善定 介绍 地彩 你 蛋 Merci shoes 胃 akah 什么 and all the living beings consciously, among all the earthly activities and phenomena, we will find the existence of the laws of nature. There is a supernatural origin which guides all the operations happening across the galaxy, the earth, and the human beings. We call this source T.A.O. T.A.O. existed before primordial time, and even before the universe was merged. It is the origin of the world and it thereafter nurtures all the creatures and beings. Since it is unchangeable and does not evolve with time, it is the ultimate truth. It is what all saints and sages throughout human history had been searching for. The essence of T.A.O. is the foundation of nature. The law or the power that existed before the universe was formed is beyond description because there were no civilizations nor creatures, let alone languages. Since it cannot be applied any name, we simply call it T.A.O. After the world was merged, along with the mutations of the universe, we see the harmonious actions as exhibited in seasonal changes, rhythms of time and tide, and the balance of the ecosystem. We also find some conformity of human nature across various cultures. These prove the laws of nature. This is the extension of that original Tao when it is substantiated and materialized. It merged into everything that is within and within us. Now that we know Taoists present universally and yet difficult to be recognized, there had been prophets and preachers trying to make us know and understand the origin and the truth of life through various teachings and literatur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civilization. They were scattered around the world throughout history. As a result, great commandments were taught to disciples and goodness and badness were differentiated. These are the things that we have in the world throughout history.